大家好,我是二歲君 自從我危害中國國家安全之後 在16歲那年 潛逃美國 至今已經一年多了 今天這條片 主要想跟大家回顧一下 我在美國 海灘水深 迫爐火熱的生活 在美國的迪士尼樂園 停滿了宇宙戰機 熱愛槍下的美國人 居然將停拍戰機的地方 當作小朋友的遊樂園 真是太離譜了 大家不要笑 誰在這裡笑 原來是我自己 星球大戰裡面的邪惡勢力的旗幟 在美國國土上的迪士尼樂園飄揚 甚至樂園裡面有城堡 城堡象徵什麼 象徵封建制度 充分反映了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 本質上就是勞役的 封建制度 美國人住在獨立的房屋 一間屋裡面要上樓梯 還要有花園和幾個廁所 就是比較小的城堡 這樣做是為了令 封建主義的思想深入 每一個美國人的心裡面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中心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 中國人民通過996 獲得了充實的生活 和心靈 以及 不過大 方便清潔的 居住空間 你看看美國的海灘 水那麼深竟然連一條大船都沒有 水面上竟然沒有高鐵和高樓大廈 在距離不夠長的地方 美國人需要用人力在水上移動 其實美帝子老虎的豆腐渣工程 甚至連首都和人都是用LEGO砌出來的 地震的時候 學校會怎樣我真的不敢想像 美國的交通其實很不發達 主題樂園裡面 還用這種柴油火車 公路上面充滿跳板 美國人 還將大車在危險的路上面開 視為一種體育活動 大家看看 三藩市灣區的地鐵多高 座位竟然有遠墊 車廂裡面竟然連桃鴉都沒有 快一個世紀的金門大橋 竟然還未 拆了去重建 還可以每天被那麼多車通過 美國人肯定未見過中國速度 尤其是豆腐渣工程倒塌的速度 但是美國人竟然將過山車起得那麼高 肯定是想訓練更多的年輕人 做戰機飛行員 因為政府長期缺錢 軍艦成為 被遊人參觀的設施 簡直就好像做蛋炒飯一樣 沒有肉鮮烈 因為俄烏戰爭 美國天然氣短缺 美國人只能在冰天雪地之下 不斷運動保持溫暖 大家看看影片裡面的這個人 滑雪的時候 左拐右拐 肯定是在跳 我們偉大祖國 五千年文明的產物科目三 美國 吃的這方面都不好 美國的魚 只可以配飯生吃 居然價格還需要十幾美金 在餐廳吃肉 需要吃黑 自己親自來燒 萬獸之王的獅子 被美帝子老虎運在籠裡面 成為資本念財的工具 我在這裡促請美方 立即允許獅子 和中國人民 進行親切互動 以及美國歧視華人 美國竟然有韓國的建築 美國的地鐵裡面竟然有中文 肯定是文化飄攝亞洲人 唐人街裡面大部分都是繁體中文 很明顯就在這裡 以致謀獨 好了反串就到此為止 今天做這期節目 主要是因為看到太多人留言 說我在美國水深火熱 說我不了解美國不好的一面 美國人不會當我自己人 我想問幾個問題 為什麼最後收養我的是 美國土生土長的白人 而不是最關心華人的華人呢 教會裡面的華人 聽到我住在美國人家裡 更好意思跟我說 所以你現在住在外國人家裡 來了二十幾年三十幾年 宣誓效忠美國加入美國國籍 這種心態 你更好意思說美國人當你外人 對美國是有很多問題 亦都有很多有問題的人 你們就是其中之一 你們自己移民來美國 做中美之間的長頭草都算了 還要正當化共產黨迫害人的行為 你要不要面子 說到自己好像對美國好了解 但英文就說到整個屁股 你們這些人都做到美國人 當然是對我不公平 I'm in America for 30 years I know about America society Wow how dare you 算了我當你真是 心系祖國 那你知不知道上海封城是甚麼回事 你在美國不會被人困在家裡 餓幾個星期餓到無力賺共產黨 是因為美國有民主有自由 你們日日說中國現在有多發達有多發達 為甚麼還有9億人 月入不到2000人民幣 6億人 月入不到1000人民幣 為甚麼國家主席 月入1萬人民幣的習近平 可以送女兒去美國留學 你只不過是融入不了美國社會 就用這些發展 成就 來誇掌美國 順便抬高自己的身價 令自己看上去高其他族裔一等 真是要看你們對美國社會的熱心程度 你們怎樣跟其他族裔比 自己去的美國 自己反的美國 你們這些人才是真正厚顏無恥的叛徒 你們不愛你移民去的國家 我也都不見得 你有多關心自己的族群的人 關心祖國的人 你看美國的新聞是看中文還是看英文 你用美國的社交媒體 還是中國的社交媒體 謝謝大家